长尔征级大帝是社会份根据自己行军总组纪录整理而成 全书共七卷第一卷主要讲述了作者及希腊公军的身份参加波士王帝 小巨录是与其兄争夺王位的战争 第二卷对第七卷主要记载的小巨录是死后他带领万人大军一路撤退 主舍完成了军事鼠上一路一次破裂成功的撤退 舍诺坟的长征级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 但书中已诸多事实披露了波士帝国的复袖 希腊公军遭到了波士王阿尔塔和希斯的基地主杰 终于击败了好几倍波士军安全回尸 就像我们表明一个显赫庞大的波士帝国是无能的 于是希腊方面的军政校园很快充分获得启示 正如芳希斯培根说 只是震惊的世界并呼呼